中文字幕志愿者 热心大铁开直播 传售种植小窍门 实用贴近 直播间里挺热 陵远是北方最大的反季黄果交易亭散地 每天几十万斤鲜嫩黄果 效仿全国各地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梁宁卫视黑土地 大家伙早日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 大明白郭浩 这种大棚啊 可不是大棚一扣就挣钱 有的地方他也赔钱 大棚撂荒撂废的也不少 是不是啊 这个去年的黑土地就报道过 浑南区的住村书记刘顺利 把废旧大棚翻新了 种起蘑菇 这个事啊 一下子开启了一种新模式 村里就是翻新旧大棚的工作 一直就没停 我们去看一看旧大棚种新菜 到底出不出钱 2020年对于沙阳市浑南区里向街道 老唐宇社区的住村第一书记刘顺利来说 注定是特别忙碌的一年 老唐宇社区的很多大棚已经有年头了 保温性差 空间小 严重影响了棚菜质量 有的大棚呢 甚至已经废弃了 刘顺利这两年一直在忙活的 就是废棚翻新的工作 现在这个棚是刘顺利 帮李秀荣翻新的第四个大棚了 之前的三个大棚已经投入生产了 再有个两三天 这个新棚也能投入使用了 准备是种蘑菇 但是你现在种蘑菇稍微有点晚点 发酵费劲 所以你种点菜 种点黄瓜 再整点小菜 再做一把养刺子 至少赶上春节上次 我这个棚子吧 有些也是废棲棚子 我9月份给它捡起来的 9月份开始建的 建了半个多月 建完了 现在料已经进里了 蘑菇已经种上了 待有半个月 某就可以出来 说起村里的第一书记刘顺利 整个老唐玉社区村民们 都对他赞不绝口 翻新大棚 听着简单 但是这活要干起来 麻烦事可真不少 李秀荣说 从办贷款 买材料 到找工人施工干活 如果没有刘书记忙前忙后 帮着张罗 自己根本搞不定 刚开始扣他棚的时候 我正在打工 他帮我想 他说你看什么行 他这么的 带我去成果 去学习去 所以就整个模糊 自己也帮我掌握 帮我带的款 因为我自己吧 正好去哪哪部门 也不愿意 走哪哪也不明白 所以都是人就跑去 跑了15万 这是无息带款 因为他真把老百姓当回事了 文化局局长说 我管了这些年 三四年了 就没听说 有第一书 或者谁 包括你政府的 就是帮着忙 给贷款的 他没有 问我就是你亲戚的 这能说的 也非老金 不是亲戚 却胜似亲戚 在发展致富的道路上 刘顺利和老唐域社区的乡亲们 那就是并肩前行的占有 现在李秀荣翻新好的两个大棚 蘑菇才刚出一个月 就卖出了三万多块钱 可比他出去打工那会儿 赚得多多了 不光是李秀荣 别人家的废弃大棚 刘顺利也都帮着翻新了不少 前前后后 今年一共将近三十个 起初在张罗沸棚翻新的时候 很多村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原来村里的棚菜种植都很零散 没有形成规模 家家都是单打独斗 效益并不高 翻新大棚还需要投入很多 未来的收益能有保障吗 为了打消乡亲们的顾虑 刘顺利在给示范户翻新大棚之后 又办起了种植合作社 为的就是让乡亲们抱团取暖 合力闯市场 有些村民愿意加入盒子社的 在经营上有个规模性 对吧 你大打独斗可能是发展的比较慢 你要成立盒子社 在消费上 在那个种植规模上 品种上 还有销售旁边市场 我们可以帮忙 对吧 打开市场 住村生活接近尾声 看着眼前这一栋栋翻新后的大棚 看到乡亲们见到笑意之后 一张张笑脸 刘顺利有种满满的成就感 给老百姓 多留点好的印象 对吧 总得留点东西 让老百姓 我们自己也有成就感 对吧 对我们医生也是一个教育和独立 2019年开始启动肺虹翻新计划 2020年初见成效 刘顺利说 他只是开了个头 给乡亲们指引个方向 如果能让更多的乡亲们 找到致富的路 他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如果说 十个人 八个直播 还有两个人在旁边听别人说 你信吗 那一定得信 直播是这两年的 上升速度相当之快 很多乡亲们也会直播了 拿起手机 开个直播 一部手机一个直播间 就能让天南地北的人相聚在一起 大伙子因为一个共同话题 畅作欲言 享受互动的快乐 挺好的 这部葫芦岛市隋中县 拖到沟村的村民 任爱英也没闲着 不说了 他的直播要开始了 咱们一起测试热闹听听 哈喽 老铁们好 大鹏英姐开始直播了 谢谢心仰四成 刷在里面 找我上那宝上 最低别掉下12度了 看到这颗芽没有 这颗芽就是缺微量原住心 黄瓜种植小妙招 遇上虫害喷啥药 甭管你有啥问题 英姐给你来支招 欢迎各位老铁 来到大鹏英姐的直播间 从零粉丝做到如今的三万粉丝 大鹏英姐的媳妇之路 龙共分为三步 第一步 毫无保留的分享经验 第二步 根据大伙的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第三步 把每一位粉丝都当成朋友处 帮助别人 大鹏英姐绝对是认真的 凭借着不藏着不掖着的性格 她把很多网络上的网友 都处成了现实中的好友 叶面喷点肥 叶面肥不好吃 咋不行呢 叶面肥还是充满一根心 通过快手 我验识她了 在快手上问她 我怎么管 她教我用什么药 充什么肥 后来这黄瓜羊缓过来 产量也一直挺高的 她说话老铁巴 给人感觉 她没管人收过费 没要过钱 她无常为大伙奉献 她这个就在快手上 热门发现了 讲话的 看她这个整的荒腰 本身咱也是干这行的 整挺好的 讲的挺好的 完全一点一点的 就出这种朋友 上她家也来看过 都比较不错 生活中 大伯英姐也是村里的名人 乡亲们都说 她每天不是在帮助别人 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路上 哈喽 英姐来了 王说要你家投一下日 你家好了 好了 老婆说你家这是不是有剂吗 还有这个 这真有 确认过眼神 是大鹏英姐帮助过的人 但英姐说了 她之所以有时间 有条件去帮助别人 其实都多亏了家人的支持 流胶病怎么治 我挺治我妈的 有时候晚上我都不想她管活 我说你到点你就治不过吧 别干活了 治不过 一个她五十多岁的老太子 我感觉挺正能量的 带领老百姓多挣两毛钱 老百姓扣鹏为了啥 就为了多挣两毛钱 说句道家话 实际上让她少走一些弯路 就说我妈多少有多少经验 扣了十多年 还活着这些东西 她多少能懂一点 都是农民帮助农民的 你咱本身就扣鹏 扣鹏本身它就都不容易 我们都是亲身 有的他扣鹏他不懂 就是囤着跟囤着 有的他有的人 他也是不会告我 完蛋他有的看我直播 他是外地的他不懂 他一看着我 我一告诉他 他都只说什么 姐你特感动 一般人他都不说 在外人眼里 大鹏英姐要强肯干 能说爱笑 就气质这块 绝对拿捏得死死的 但在家人眼里 她只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太太 有时候看她为了别人家的事 而辛苦奔波 家人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本身问你这说烂杆怎么治 你烂杆叠着黄杆的话 你就是用厄梅灵 货白面 就把这鸡底抹 就这个 进头拉进 哎呀好 我公妈感觉成三的 尤其一看着直播 在时候一瞅 一瞅着小老太太 有头儿 举不叉的 尤其连着一种 这文啊 每一年 每年没有 今天一瞅 我就说妈呀你老了 那时候就感觉 心里挺不得劲的 每天直播一小时 大黄英姐坚持了三年 在家人心疼她的同时 她又何尝不觉得 亏欠家人呢 对大鹏英姐来说 粉丝是家人一样的存在 虽然隔着手机 但大伙每天 都为她准点守候 这让她感受到了 沉甸甸的信任 和暖融融的温情 我这发现一种病啊 这个啊 这个是溜焦病 我才看着这一根啊 看着没有 我这恰巧就摘着这一根 就是我们团人员 就是谁家有事 也就是也不能嘛 也不看热闹 但是从网上 是通过这二年 就是方都 什么河南了 河北的 这是窗河地 这有二年 我因为就帮助人 是一种快乐 我就没想过 老铁有时就给我 撕心说 哎妈 感谢话 激动 有时候 说我妈 我这一个小 这个父女还能帮助人 真的 我真挺感动的 一声大鹏英姐叫的是信任 是隔着屏幕的守候笃定 一声大鹏英姐叫的也是责任 是助人路上的不屑前行 是助人路上的不屑前行 黑桌房主要承担 黑桌房主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经营者也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售卖黑桌房生产的食品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让经营者不愿不敢经营黑桌房食品切断黑桌房食品的经营链条 近日首届中国牛优质牛肉品鉴大会在北京召开 本次活动以我国地方特色肉牛品种资源为重点 展示本土优质牛肉产品 历时一年时间设计了前期理化检测 签名消费者品尝评价 20位专家现场品鉴等测评环节 经过严格的测评 大会授予渤海黑牛 夹线红牛 新疆鹤牛 云岭牛 晋南牛 鲁西牛 文山牛和宜岭牛 高品质牛肉生产推介品种荣誉证书 亭梁红牛获得品质特别奖 近日有个培训班在丹东大黎树村培训基地开班了 培训对象是良宁省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 培训重点围绕促进脱贫攻签和乡村振兴目标任务 坚持以学员为中心 福治福治与产业帮扶相结合 今年共计划培训一千名国家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公布了昆明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该条例规定将符合条件的老年病医院老年康复机构纳入医保 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 其子女的佣人单位应当支持护理照料 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二十天 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十天的护理时间 护理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待遇 巴黎后的李友才是葫芦岛市的一位农民 从小他就喜欢捣鼓小玩意儿 喜欢发明创造 最初是为了让母亲干农活更省力 后来是越干越上演 他还将改造制造过程拍摄上传到快手 现在已经有了将近130万的粉丝 观看量动不动就会过百万 这家而名为入土施肥器的农具已经申请了专利 这东西能够指哪打哪 边走边精准施肥 还能调节施肥量 操作简单 效率还高 这些年李友才发明和改良了 大大小小二十几件农具 涵盖了耕种 施肥 采摘收割等 农业生产各个阶段的工具 他导不出来的工具方便实用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帮忙了 现在李友才已经成立了农具公司 开始创业了 不愧叫李友才 他可是真有才 以后网络上很吓人的吃播 恐怕是很难见到了 近日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的具体内容 首次公开亮相 草案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 量大多吃 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 或者音视频信息 违反规定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 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 由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网信部门责令整改 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 停业整顿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喜欢在网上做吃播的可得注意了 吃东西就好好吃 别为了吸引眼球瞎嘚嘚嘚 再胡吃海塞啊 那可是违法了 眼下北方大部分地方都下过雪了 大伙应该都过了吧 玩雪的瘾 可是下雪挑啊 对外卖小哥可不怎么友好 大伙来看看这几位外卖小哥 是怎么应对雪天路滑的 估计这位小哥是农村出来的 拖拉机开得挺溜 而这两位小哥更省事 直接用狗拉 不过要是再加上个雪橇啊 估计就更省事了 一场大风 让不少乡亲们的包米都倒了 可阎春海家的30亩玉米 却占的比值 你知道的咱附近呢有几家倒户的 哎呀附近我们这个有三四家吧 哦 三四户 三四户倒户的 哦 都是啥程度的呢 都是现在这场风都爬地下来 全都溜瓶 啥瓶 啥瓶 哦 风特别大吗 啊 那都有六六七级风 原来阎春海今年种了咱们黑土地推荐的 沈农大L570 这个品种呢 不仅没被大风吹倒 一米棒子还不小呢 经住了昌土地区的特殊天气的考验 一亩地产量啊 咱们占着 一千四五吧 嗯 一千四五 嗯 这产量在我们这边算是好的吗 也算不错的 嗯 今天 今天汗得行 汗有四十多天 除外苗有四十五天没下雨 那长时间没下雨 嗯 汗的时候对边 那个薄米到中午 温度上 那个中午热时候的薄米 这叶子都变成都灰头的 沈农大L570啊 现在看呢 还特别适合咱们昌土地区 不少品种啊 都出现了小瓣 和是凸尖 甚至有的说绝手的情况 但是咱们沈农大L570呢 瓣长得还是非常的大 而且风顶线也特别好 没有出现凸尖的现象 证明咱这个花粉量特别的足 所以说它这个抗汗品种 还是特别强的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 沈农大L570 沈农大L570的碎行数 在16到18行左右 磅长一般在22到25厘米 抗烙能力强 是文产高产的品种 生育期一般在127天 小母保苗在3500株左右 地薄保肥保水能力差的地方 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 可以适当密植 采用大笼双行的地块 可适当增加密度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 由锦诺6A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我是思雨 今天是农历的拉月初五了 自久的第一天 今天咱们全省呢 是以晴为主的 部分地区都云 南风或西南风3到4级 部分地区4到5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 1到零下8度之间 夜间部分地区会有小雪 最低气温呢 在零下4到零下22度之间了 气温转暖了 不过在冬天啊 温暖毕竟是短暂的 寒冷才是常态 在这儿呢 还是要提醒大伙 要注意防寒保暖 了解过了天气 我们看看 相亲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吧 这位观众问到啊 有没有高产抗性又好的玉米品种呢 给咱们介绍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技术人员 帮他推荐一下 给大家推荐一个啊 寄抗汉 磅子又大 两指又好的一个品种 就是万玉6608 万玉6608啊 属于一个矮干 大磅型的品种 它的田津种植啊 给大家推荐一些 高产种植方法 在咱们辽南地区 我们把它播种到 母宝苗 在3100株左右 这样一来 我们的果顺有保障 它的磅会非常大 到时候子力上得也非常好 还有一点啊 就是呢 上秋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抗病性啊 是会增强的啊 只有合理的密度啊 才能达到高产 才能达到磅大 啊 密了以后呢 它就果顺帮子小 还有一个 它争夺养分啊 再有一个呢 它就是空气啊 不流通 一发生病害 万玉6608的播种时间呢 沿海高级文贷 都要在5月15号以后 到61之前 按照我们的标准去种植 万玉6608是属于一个 既文产又高产 抗性又强的一个品种 还有观众说啊 有没有抗导服能力强 广式性好的玉米品种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技术议员 为他解答一下 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个啊 抗导服能力非常强 而且广式能力非常好的 一个品种 叫沈农大L570 沈农大L570啊 它的猪高呢 和岁位呢 都非常矮 正常的年仅的猪高呢 在2米4到2米5左右 它的岁位呢 在1米左右 它是一个矮杆 大方的一个品种 像咱们今年20年呢 遭遇了几场台风 但是呢 台风过后呢 沈农大L570呢 很少有出现导服的情况 证明呢 这个品种呢 它的抗导服能力非常好 而且呢 咱们说 沈农大L570呢 非常的广式 每个品种 它都有它自己 适应的一个地区 一个积分带 咱们沈农大L570呢 像咱们辽宁省 大部分地区 它都可以 正常一个种植 咱们呢 只要说 注意一个是什么呢 播种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 播种的密度 要了解这个品种 选择合适的播种时期 还有合适的密度 这样呢 咱们才能做到 风产风收 沈农大L570 高抗大品种 在今年极端天气下 表现突出 经历了四场台风 依然屹立不倒 抗性强 良知好 咱们这个锦糯6A 它的生育期是75天 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 它属于是早熟品种 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 可以是提前早上市 这样以来呢 能卖个好价格 还有一个 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 一般的时候呢 都是分两季 春播 还有一个呢 是夏播 这两季播种 锦糯6A 它在夏播的时候 由于它的生长期短 要远于 好于咱们 其他同类的 这个甜糯玉米 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 有的时候 都已经在七八月份了 如果说咱们 生长期长的情况 后期会是什么 子粒薄 上不来 这样影响产量 但是种植 咱们这个锦糯6A 你75天 可以早熟的品种 这样以来 能够保证 我们夏播玉米 它的子粒的饱满 完熟度 我感到很惊讶 你看 一眼往某边 这个损失也真大 你看这个 几乎就是烂掉了 就烂掉了 而且这个还生牙了 这还有好客了 是不是 8月3号那天 那天下午 五大月 就是刮的挺大的风 风挺大挺大 挺大风 得有十多级 是吧 跟前这片基本上没有啥的 都倒了 去年我看它有的 种这个品种挺好 效果挺好 今年我就是 我也没想 我就是直接就都种这个的 没想到今年都挺好 确实表现挺好 八块形 产量丑边能挺不错的 我们这个品种是我们红色1899 大家看这个我扒它一顺 有点小粒 有点小兔结 这在什么情况下 长寿呢 今天 咱们在6月份到7月份之间 有个大概五六十天的干旱起 另外啥呢 这个风也比较大 是8月12号那天 来上大风 把周边全干倒了 但咱这品种呢 它这块地 大概能有个20多米地 整个这一片 这些话说我现在非常轻松 只要你是抗党抗病 你的产量自然而然就上来了 去年受台风影响呢 导致丹东地区风大雨水多 那里的玉米收成怎么样呢 我们去同兴镇 同兴村去走访一下 走南城北 黑土地 我是你们的种地小助手 胖鸭 今年在开春的时候呢 胖鸭就给我们乡亲们 介绍了好几款 咱黑土地推荐的苞米仔 而像丹东今年啊 改上了春烙 秋烙 还有掐脖汗 也不知道这块大苞米 种咋样了 胖鸭决定呢 进村瞧瞧瞧 今天应该说是灾年啊 今天比较灾年 那么它保持这嘴边 这就老理想了 别看是灾年 今年这收成 乡亲们还挺高兴 为啥呢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种子选对了呗 沈能达L570啊 今年在丹东地区表现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现在我们看这块地 就是沈能达L570 你看我们这个玉米 现在我手里拿这个棒 是十八烫 十八烫 是我们 密质或半密质品种的 一个黄金比例 是个胶纸粮的黄金比例 超过二十烫的品种 很少有一个胶纸粮 纯胶纸粮的一个米质 虽然说是棒比较大 但是它溶动低 它这产量也不如 这个胶纸粮的产量高 这个十八烫是一个黄金烫数 你看纯胶纸粮 再看这个粒 大马牙 大马死粒 轴 是一个就是 我大小时候就能挡住 对一个十八烫的一个玉米 我用一个大小时候 打动的轴 根本它轴是比较细的一个品种 轴细粒神 而且胶纸粮 它溶动非常高 所以它的产量 比细之大半 要有一个很大块的提升 光种子好 其实也就成功了一半 好种还得配好肥 再配上哈达山的复合肥 那效果自然是刚刚的了 大伙都觉得这个化肥省事 在去年民用山化肥的时候 就也有导服的 但是今年 这个缝还大 雨水还大的时候 去年倒服的 今年也用着燃化肥以后 都没倒服 用今天这个哈达山 这个料奖来说 胖民能保持这个水平 就应该说是满足的 那年头好的 它的效果也可能还都不成 不错了 挺满意 真的 今天胖民没倒过 已经倒了三年了 只是说 跟好年轿人是比是差 跟好年轿人比是差 但是说 按纪念隔外面开来说 这个就是不错了 当然是好了 你看今天这个 用这个咱们这个做的 所有咱们用这个哈达山 这个玉米的 谁家也没 基本来说没倒服 年头比较下 它也没倒服 而且保持 而且保持玉米 都比较理想 比较不错 哎 这一看哈 沈东大阳五七零 这表现还真行的 棒子要长 气势要扬 站杆不倒 占放光王啊 思雨呢 跟着技术人员呢 来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 要望庙镇的河湾村 给乡亲们送农资来了 今天大家伙都分分 任何一个新品种 跟着思雨去瞅瞅 到底什么品种 这么受欢迎 种地选种咱别慌 黑土地服务到您家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 葫芦岛市建昌县 要望庙镇的河湾村 您瞅瞅啊 我们刚到现场呢 就看到了 有很多很多的乡亲们 已经聚集在这儿了 跟我凑凑热闹去吧 这么冷的天 也没能阻挡乡亲们的热情 大伙早早的就开始 为来年选购种子了 您手里拿的 这是什么种子呀 你卷的吗 没卷 没种过这个 这些品种是吧 我们看试试 170 4米1805 选了这三种是吗 您家多少地啊 我家地少 我家有七亩多地儿 今年种挺好 种的什么挺好 270 红色270 挺好 今年是想种两个新品种 试一试是吗 今天想种点新品种试一试 去年种 去年种咋样呢 挺好的 发生不小 挺长的 我来的 老年都十样的 我听他说 你这个包拨好吗 就等你 你那家 都挺好的 这会儿 这种的堆不大 都要出来的 这个包拨挺好 今年就等你这包拨 过年还得买你包拨 今年乡亲们选种子的时间 要比往年早一些 这又是啥原因呢 因为我们的种子质量非常好 各方面表现的抗旱 抗虫都是比较突出的 老百姓对我们种子认识是非常高的 认可 对 为啥说都想早上买的 怕后期买不到种子 去年就有这个情况 脱销的情况 所以说今天老百姓 够我们种子的热度非常是挺高的 老百姓咋着打电话 你看现在还有好几份还等着呢 咱乡亲们种地啊 就是图个好产量好收益 种肥要是选不好 可是直接影响收成的 那到底啥样的包米种子 最适合咱建昌地区种植呢 像我们新推了的 外域的6608 4185 这都比较 非常广的 破地平地 二挖地 都可以随便种 我看今天就是选择 士兵1805的乡亲们比较多 这个品种是非常适合这个地区的吗 你看士兵1805 对于我们辽喜是十年九汗 不是十年九汗 甚至十年都得十汗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 选个高汗汗 高抗虫 米是好的品种 像那个还有外域6608 这都是我们去年新推出的品种 在拉网星 我们适用的这几个点 表现的都非常顶突出 这米都是纯胶子的 这是生麻糬大粒的 小戏头都是 听完了咱们技术园的专业讲解呢 乡亲们都是心满意足的 把适合自己家地块的好品种带回了家 有事您说话 咱们黑头地的服务一直在路上 随时随地就把好品种 好技术好服务送到您的家门口了 本期地头测评推荐 士兵1805 士兵1805属于半密质品种 适合播种9寸到1尺之间 生育期127天 小母宝苗在3500株左右 岁长22厘米左右 广式性强 不挑地块 地宝 保肥保水能力差的地方 应适当吸植 地块较好的地方 可以适当密质 乐在黑土 咱们看村里都发生啥事 现在打着一转名号的游击队挺多的 小桌一吃 白刀瓜一穿 看着像那么回事 但实际目的就只有一个 骗钱 哎呀 你别说 这玩意是真书 二刀 挺好 哎呀 这玩意是真书 三刀 哎呀 这玩意是真书 哎呀 妈肚的 哎呀 这玩意是真书 二姨呀 你一个折抛酒 你这不打我早拍 你妈 前来屋里不也没人吗 哎 前两天春里来那个医疗队 现在新那个 你 你没去啊 就那天排大队那个呀 妈我可以干啥呢 就差全村出动了 你没去啊 那就是人生遗憾呢 真的呢 哎 就那一一阵队的那个王大夫 啊 满楼厉害了 就这一打手啊 就我这多年的什么老寒腿啊 啊 腰拖啊 妈都给我看出来了 哎呀妈呀 还有这好事呢 我就喜欢她免费看病不要钱的 要我说啊 你这一点就是随你而已 妈 你看看 你看看我这抛脚筒怎么样 这 这抛脚筒啊 哦 是不是又给那个拼兮兮 给人家拼团下单的 那玩意能跟我这个比吗 我这抛脚筒 那是人家王医生他家最强的 妈呀 您都没想卖我 妈呀 不说医生吗 不要钱吗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 人家王大夫都说过了 这属于个奥医 知道吗 叫什么纳米胃电流技术 哎 当年哈 他爸就是心脏病 就是靠我这个筒啊 给他送走的呀 什么玩意 靠这个筒下床的呀 啊 啊 这 这个筒呢 他真的是什么啊 来来来 你来试试来 哎呀 老好了 感受一下 哎呀 怎么样 你别说哈 啊 这功效呢 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是体验不出来的 对 你也长期整 但是这叫什么 什么 纳米微电流技术 哎 就这个微电流 哎 这这挺有感觉的 是不是啊 哎呀 哎呀 这怎么还上劲呢呢 哎呀 给你调整档 哎呀 嗯 怎么样 这五百多画的是不是值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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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店泡脚了 不 这桶 这桶不一般 不是 这是高科技 纳米微电流 五百多元钱的一个桶 这 这玩儿五百呀 可不大的 纳米微电流高科技 哎呀 老舒服了 就这晚上一桶上 哎 全是麻酥的 好 可不大的 你试试 来来来 你试验试验 没事 你试验试 试试啊 来来来 试试 试啊 你就这第二瓶啊 嗯 嗯 试试 哎 脚伸离 哎呀 哎呀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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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电啊 嗯 再 一档 哎呀 快 哎呀嘛 你看看舒服的 二档 二档 快啊 哎呀 还要上劲呢 调三档 来来来来 拔电远的啊 妈咋的了 哎呀 哎呀 拔下来了 不是老板你这是咋的了 不是 那得瑟呢 纳米微电流 这这 通电他能不得瑟把婚姓呢 你说说哎呀 啊 漏电吗 哎呀 不是 要命啊 没事吧 啊 多点呢 哎呀 喝一干帮忙 哎不是 二档啊 好 哎 你那头 哥拿上呢 平息西长拼呢 老合适了 三十八块九 不可能啊 这价便宜的 不是你这个不租船的吗 哎呀便宜是便宜啊 刚才啊我通了电试一下 有点弄便 我说谁搞你们谁给我修呢 哎呦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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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黄瓜集散地啊 每天呢有几十万斤的黄瓜就从陵园这地方啊 发往全国各地 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吃上一口 这新鲜味美啊香甜可口的黄瓜啊 咱们去陵园看一看 哎呀妈呀 这天可真冷啊 兄弟你这是被卖到哪儿去了 我今天这车是去广州 你可是去了个暖和的地方呢 那可不 咱们陵园黄瓜 顶花带刺口感好 全国各地都有咱的身影 虽然今年这出地价啊有点低 但是产量足啊 说的没错 不跟你烙了啊 俺得去做核酸检测了 安全出发 水灵灵的黄瓜 烙的都是大石棵 在陵园的巴里铺批发市场 每天上午都会有几十万斤的黄瓜 从地头来到这儿 进行一场黄瓜聚会 万黑万亮 顶花带刺 老带劲了 咱们巴里铺市场嘛 是 农业部定点市场 巴里铺黄瓜 辐射到全国各地 按一天的成交量来计算 风期最高的时候 能达到80万到100万斤 四斤 今年全国市场上 南北黄瓜的供应量非常充足 导致供大于求 黄瓜整体价格偏低 种植户们心里啊 难免有些苦涩 好在依靠市场多年的资源积累 销路还是有保障的 数量充足的情况下 对质量的要求就更高了 丁志刚一名黄瓜经纪人 在巴里铺市场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每天的工作啊 就是溜达 为的呢 就是找到品质好的黄瓜 这才让我巴里铺的形象呢 现在是半顿 前面顶花 上面有刺 色在黑 经纪人的驻扎与繁忙 代表了交易流通的繁忙 真的吗 无论什么情况下 销路是可以保障的 每天的黄瓜交易 从早上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 同时针对近期多地出现新冠病例的情况 市场交易的管理也更加谨慎 是必须不是说要求了 金属市场必须戴口罩 所有人员包括菜农 呃 外地车辆呢 是 呃 敏感地区 疫情咱们提供合作检测证明 呃 其他地区提供健康码 呃 和这个 那个 所有的这个出行的这个 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健康码吧 近年 铃园不断打造最大的北方反季节 蔬菜流通基地 除了巴里铺批发市场 全市还打造了四官银子 饭帐子等多个专业蔬菜批发市场 吸引客商来到陵园为农户保障销路 也为产品到市场的质量提供了保障 更是为陵园蔬菜串联起产供销的各个环节 促进蔬菜产业蓬勃发展 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 感谢各位收看 听听大家伙 疫情期间别乱跑 买种子上黑肚大吉 这时候 网络购浓资 挨金靠谱又放心 微信搜索 老师的大吉 这些肯定严选的种子 像阿大山肥 还有花商肥 还有在线就能下单 省内一大人 是 对 有点 感谢观看